早在今年的8月初,AMD就有玩家们带来了旗下RX6000系列显卡的第五款产品RX6600XT 但由于其在国内的售价高达2999元,并与3060的性能不相上下,所以反响并不是很大 不过为了保证产品的多样性,目前AMD已表示,将于10月上市正式发布RX6600显卡 至于这张显卡会有怎样的表现呢?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如果要对比NVIDIA的三粒系显卡,其产品已经遍布了高中低等三个系列,并涵盖了多款产品 而AMD这边虽然也有高端的RX6900XT、中端的RX6700XT来加以抗衡 但偏向于甜品级的定位却略显不足,所以为了补助这一空缺,RX6600的发布就显得至关重要 其实早在年初的CES大会上,AMD就有玩家们预告了这款单风扇版本的RX6600 然而由于货源紧缺、疫情、家具等多因素的影响 原本定义和RX6600XT同步推出的RX6600就此而推迟 但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缓冲之后,RX6600这张真甜品卡已经蓄势待发了 具体来看作为AMD第六款RD2架构的显卡 RX6600仍然会采用台积电7纳米代工,但会基于全新的Navi23 XL核心打造 拥有1792个流处理器、28组计算单元、96个纹理单元以及64个光山单元 同时会支持32M的Infinity Cash无线缓存技术 除此之外其基准频率约为1489MHz 但加速频率亦往突破2105MHz 最高TDP功耗约为150W 当然其也是单风扇设计 而在显存的配置上,从目前AMD所预告的PPT来看 RX6600强会配备与RX6600XT同样的 未宽为128bit的8GB GDDR6显存 至于在性能方面,其燃会面向于1080P分辨率下的游戏 整体性能预计仅比RTX3060低了4%左右 然后是公布时间 根据VDcast的最新消息显示 目前AMD已经告知厂商将于9月29日起开始发送相关样品 并大概率会于10月13日正式公布RX6600显卡 而在价格方面,根据供应链的消息显示 目前蓝宝石和某款品牌的RX6600已经上架电商平台 售价为589.9欧元和805.2欧元 约合软微币3777元到4452元 但这应该只是第三方价格 国内的售价肯定会比2999元更低 这样来看的话 这张显卡应该是最适合GTX1060用户更换的一张显卡 至于要想买的它,以现在的行情来看的话 一 另一方面,根据Sending Center的最新数据来看 相比8月份,目前AMD的RX6000系列 比起官方的建议零售价已经贵上了70% 而NVIDIA的30系更是贵上了74% 同时,最近半个月以来还在持续走高 但由于目前国内的相关机构已经出台了最新的措施 来打压虚拟货币,比如限电控量等 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能给挖矿行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进而迫使显卡降价 但具体的价格嘛,还得由市场行情来定 所以各位等等党们 你目前是在等原价的30系显卡呢 还是在期待明年的30系Super,亦或是40系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,我们下期再见